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现在脸书上流传一段影片,国外有四名青少年透过自己手工制作的叠迁板召唤灵体,不料一次因为当中一名青少年口出会员,让召来的灵体相当不满,用叠迁板上的移动物体攻击参与者,场面相当惊悚,引发台湾网友直呼可怕。 网友金18日将一段2017年9月7日的影片从影音平台Lifelix转载到脸书社团报效公社,根据每日邮报报道,美国三女一男共四名十几岁的青少年齐聚一堂,享用自制的叠迁板召唤灵体现身,但事件的发展却超乎他们想象。 从影片中可以清楚看见,青少年先解释我们不是要拍狗屎电视剧,我觉得那些狗屎都是假的,我们只是要问几个简单的问题,不牵手环绕,看会有什么他X的事情发生,只见少男与少女们所处的空间,唯一的光源就是桌上的烛火。 此时其中一名女孩提问,是否需要把手放在叠迁板上,少男回答如果这里有一个鬼魂,塑胶圈会自己动起来,女孩则说我真的不认为会这样,接着少年对着空气说除了我们,还有别的人在吗? 您能听到我吗?爹线板上的塑胶圈此时快速的飞越桌面,撞击最靠近桌子的女孩,所有人立刻吓得拔腿狂奔。 许多网友看完影片都感到相当不可思议,却敢放心大胆轻松的开玩笑留言,指中间那女的一拉上拉链,我就知道长辈已经离开了。 我确定是她奶奶,不是她爷爷,拉链拉起来干嘛,难怪会生气。 也有网友指出,有没有注意到黑人出现后方上面柜子的门自己打开了,还出现光点。 相关影音